五支三号情人现身 老婆要百亿赛养费 高球天王五支 面临生涯最大风暴 媒体昨天又爆出他的第三号情人 酒店公关卡丽卡 他被评为堵城夜店最有影响力人士之一 两人在五支老婆怀孕时交往 不但常常优惠 还公开上夜店 五支还常去逛脱衣屋酒吧 有人曾看见他在酒吧 左搂右抱 前天下媒体爆料的二号情人 Jimmy 对朋友吹嘘他跟五支的关系 还播放五支留言 之后接到匿名电话 当晚五支就在自家豪宅附近撞车 他男友查看他手机 发现五支约他优惠 气得分手 至于最早被媒体挖出来的 一号情人跑趴女王乌奇泰 原定今天要拍记者会 但临时放鸽子取消 不过美国八卦媒体爆料 五支曾寄电邮给这位一号情人 从梦到他和他结婚 当他却搞三批 被他抓奸在床 在梦中让五支戴绿帽子的 是杨基求新吉特 与演员布雷纳斯 三位情人曝光 让五支应接不暇 跟五支结婚五年的艾琳 至今仍保持沉默 他和五支有婚前协议 结婚十年离婚 才可拿到赡养费 根据阿斯维克里报道 金额高达台币一百亿 五支老婆要求修改婚前协议 缩短十年离婚的年期 五支也同意 并先会给他至少百万美元赔罪 两人还在家中 接受密集的婚姻辅导 虽然五支好先生的形象已经破灭 不过还是有很多人支持他 动新闻综合报道 年纪彩 百万物 二三十年 atrás 离婚事